国民健康署邀请知名艺人赵木兹与许孟哲夫妻 带着补味母乳长达三年未间断的宝贝们出席 分享当初决定补味母乳的动机与好处 工作我觉得母乳妈妈在工作 同时工作的母乳妈妈真的是超可乐 因为你的工作时间也有达过你两分工作 你还要脏一块乳丢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友善的机场 环境对我妈妈真的会有很大的支持 对那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 我经纪人都会服务期间 他会帮我确认说 欸孟哲姐也可以在哪里进来 对我就照顾我来说 就会让我们更放心 他会也更放心地可以去工作 我知道孟哲也经常会帮你分担一些事情 对不对 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 觉得好贴心好感动的人 会觉得他好闷喔 他每天最帅的样子就是 孩子起床的时候把他抱出房间 让我多睡一下 对 很需要 为母母很辛苦 这个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晚上有时候被你醒来 我们就会被打乱 我们的睡眠 然后这时候爸爸早上睡好起来 把孩子抱出去 为母母真的是很辛苦 那我觉得也鼓励 母母妈妈身边 就所有所有妈妈都很辛苦 谢谢 那所以身边的人要给予足够的支持 和关系 是 对要全力支持他们 然后母母妈妈们也可以多多分享自己 需要 需要怎么样帮忙 尤其有时候身边的人其实想帮忙 不知道什么 就是说出你的需求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 对对爸爸来讲 就是轻胃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没办法做 对对 爸爸想 就是说什么奇怪的事情 就尽可能去帮忙 对 那因为有的时候轻胃 但有的时候是挤出来的 来到品味 对 所以这时候就是 多帮忙洗一下这个 乃琪啊 也像刚刚在讲到说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 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是 那时候还在哺乳期间 然后孟姿来我们期间 可是我们已经生了一整个环境 对 所以到中午 大家在放饭的时候 不要再想中午吃这个事情 哈哈哈 不能说吗 就是想说中间 大家放饭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是 跟那个场 没有 跟那个场地 借了一个 他们的会议室 然后就是 挤 但是很多会议室 那边都还是有这一期 我就拿了一块 就是拿了我们 节目的制服 帮他遮住 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力 持续的做下去 因为有些人啊 几个月子通行 太麻烦 太多方便了 对 我觉得其实 是当初在月子中心的时候 有就是 专业的一些医疗人员 然后叫我 给我 给我很正确的味道 就是说 让我可以享受跟 给我们一种很轻易的 轻微时光 然后真的回到吃床的时候 就舍不得放开了 舍不得把脸皮放下 然后所以就很想要延续那种 很轻易的轻微时光 是 然后也很棒的是 因为陆陆可以给 抱抱很棒的抵抗礼品 所以就很想要延续那个抵抗层 所以就支持我 陆陆陆陆陆 就真的回到吃床上面 还一直期待 继续问我 我们公司真的是提供了一个 很棒的环境 其实 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 堪称虎兴级的 哦 是 对 那我们有事就是 里头是一个很引力的私人房间 然后是做人工事 然后里面有叉叉的下巴 有冰箱 有洗手台 有那个奶瓶消毒器 就是所有 妈妈会需要用到的 红结需要用到的气局 应有进口 而且我们就是 都可以去使用 不限制的 在用 国健署医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因而纯母乳补育六个月 其后添加适当的副食品 持续补育 母乳至二岁以上 透过政府制定法令 并与医疗机构 职场及社区家庭等场域 共同合作 提供产前到产后 及持续性哺乳的全面性支持环境 我自己其实也是个哺乳妈妈 我两个小朋友都 也都不知道一岁也是个原料 其实是很清楚 我很清楚 在这个地方 公共政策可以做什么 我们有一个母乳补育条理 那健康署其实非常的认真 在处理这件事 用法来做这件事 那母乳补育条理 我们现在的公共场所 大概有4000个母乳补育师 再4000个包括 那动物书等等 那在医疗机构端呢 我们有一个母乳亲善医院 那母乳亲善医院 那母乳亲善医院 所圈获了565件 我们希望这些母乳亲善医院 有做一个情调医院 让我们的产妇在产前产生产后呢 都有最专业的资讯 最放心的去学习 无论不利的知识 甚至于我们希望家长 其他的家人呢 都是他的重要合法 所以这是我们母乳亲善医院 那再另外在职场 因为我们都是职业服务 现在大概7层以上都是职业服务 那职业服务呢 其实我们也跟劳动部有合作 所以我们呢 其实有在劳动部的这个合作上 我们希望能够营造友善的 母乳补育的一个公职场 所以其实只要机构愿意设置 母乳补育室的话 那个劳动部其实都有合作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再尽力做 但是回到了家 回到了社区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需求 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呢 在医疗机构端 有做了很多的一些 博物独立的一些 友善支持的团体 那在去年 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教案 都在我们的网络上 比如说我是爸爸 我不知道怎么样支持我老婆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机构上面 都有许多的一些素材 那也希望媒体朋友 可以帮我多多的宣导 那刚刚主持人梅里准已经宣布了 这一次很简单 大家都有FB 你只要按等待 大家的支持母乳补育室 再做一个去 act一个朋友 就可以参加抽奖 那奖蛮好的 大家看到住宿券 其实是肯定度假存的 然后还有空气清淨机 让孩子下午茶 我想这个摸入不育的妈妈很清楚 如果有个时间喝个下午茶 泡个汤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呢 在这边呢 也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宣导 目前全国有165家母婴清善医疗院所 沟公场所也有3953处补给乳室 各县市的哺乳志工与支持团体 及免费关怀专线 均可以提供哺乳与育儿咨询 呼吁民众一起响应 整座城市都可以是哺乳市 支持妈咪哺乳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